Hello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咱们换个角度来分析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 就是国民党它这个党在世界的历史上 其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在短短的20年之内 有掌握全国的政权 总兵力达到500万的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权 在20年左右的时间灰飞烟灭 这个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 造成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呢 当然如果是我的讽刺的话 应该在前几期里面 我讲过很多关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些原因 因为呢国共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那么国民党的失败呢 今天要讲的是在上几期之外的另外一个国民党早期的原因 那么今天要讲这个原因就是 国民党的412跟715的反革命政变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国民党由松中山创立 松中山在联合了很多军阀 准备夺取国内政权的情况下 最后失败之后 松中山认识到南北如一秋之鹤 是什么意思 松中山准备依靠军阀 依靠这一波军阀来达到另外一波军阀的这个思路 在中国的这个革命显然是不成功的 所以松中山才准备要寻找另外的一条道路 怎么样子来促使中国革命的成功 所以呢他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就是联俄联共 那么松中山呢就跟苏联合作 跟苏联合作呢 上一期都讲过了 苏联合作的直接产物是什么 苏联给提供枪支 武器军火贷款 还有提供人员来华培训 还有呢就是成立黄埔军校 为松中山建立一支属于党的队伍 叫做党军 黄埔军校出来的就是国民党可以直接控制的军队 好那么这个时候有了国民党本身的一个积蓄的力量 再加上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加持 那么这个时候革命的烽火真的是成燎原之势 那么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 国民党国共包括苏联 这三家一起合作的这个党派 所向披靡进行北伐的时候 由先打了松长芳再打吴佩芙 先打吴佩芙再打松长芳 所向披靡 很快就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 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那么最后剩下哪呢 就是东北的张作霖 只剩下这一家的这个北洋军阀 一家独大 所以说呢 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蒋介石和汪精卫突然进行封共 就是要把共产党从他们这个合作体系中排列出去 那么他要封共 那么共产党的上级 共产国际就是苏联 他跟共产党呢 其实是一家 那么你要封共 那意味着你得跟苏联也停止合作 那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国民党本来背靠苏联 依靠共产党 咱们三家一起去对付北洋军阀 才形成这样的大好局面 那么你突然要跟共产党分开 而且大量屠杀共产党 那么势必跟共产党 共产党站到一个对立面上 所以呢 我党就举行了什么南昌起义 广州起义 还有秋收起义 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的力量 瞬间就被削弱了很多 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呢 就是国民党自己把自己打败 要知道当时封共啊 就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个程度 是什么样子 因为当时啊 国民党呢 是允许共产党人呢 以私人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那么共产党人 本身在加入国民党之前 已经是共产党的党员 那么加入国民党以后 可以不报备我 本来就是共产党员 所以说呢 在国民党内有大量的共产党员 那么国民党人 怎么样才能把这些共产党 从他们党派中奋离出去呢 你像蒋介石和汪精卫 举行的封共呢 就是屠杀 只要你是共产党直接抓起来就杀掉 那么这样子一来 在国民党内 暴露了的共产党员都是被封共 被蒋介石和汪精卫拉出来杀掉了 那么还有很多没有暴露的 你像郭乳归 郭乳归呢 就是在国民党高层的我党人士 还有很多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 那么国民党怎么样来争别呢 他们出的这种方法真的是 让人一笑大方 废夷所思 只要你穿中山装 或者你的言行言论比较进步 那就可以认定你是共产党 那么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公报私仇的情况 我看你不顺眼 我就说你是共产党 拉出来就可以杀掉 只要你说过 写过进步的文章 说过进步的话 那我就认为你是潜在的共产党员 杀掉 还有呢 就是那个国民党的这个 陈立夫 陈果夫提出来的 把所有国民党员 集结在一起开会 说你是国民党左派的 你站左边 其他人就是右边 那么右边的这些呢 你就开始两边人会不会互相打 看谁厉害 那么谁厉害就把谁杀掉 说明你是左派的嘛 左派的就是亲共的嘛 所以说呢 在412反革命政变 和715反革命政变这个期间啊 国民党人 他不止杀害了我大量的共产党人 就当时共产党员有原来的六万 经过412 715反革命政变之后 就剩下一万多 就是被蒋介的时候 汪精卫屠杀了五万多 那么在国民党内的国民党员呢 有些偏左的国民党员 比如说同情共产党 或者说支持农民运动的 或者说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这些国民党员 也被蒋介石和汪精卫政府拉出来杀掉 这样子一来的话 很多国民党员他都不敢承认他是国民党了 他除了他 就算他不是共产党 他连自己是国民党员 他都不敢承认 他几种情况 要么他就赶紧跑 跑出国 出国去 跑去日本或者苏联 不敢呆了嘛 因为他有亲共的嫌疑啊 这是一个 有的呢就彻底啊 我回家回老家种地去了 我远离这个风筝 那在412715反革命政变之后呢 国民党员 国民党呢又号召党员做重新登记 就是说 所有的国民党员 你以前登记完你是国民党的 先不算数 咱们全国重新登记 就是你是确实你不是共产党 你就是国民党 来国民党党部来登记 结果来登记的国民党人 六峰之一不到 就原来的60万的国民党人呢 来登记的只有10万人 那50万 要么就是被杀掉 要么就是跑到国外去了 要么就是回家种地去了 总之呢 他认为待在国民党内是非常危险的 风风中有可能会掉脑袋 所以说呢 他国民党啊 他不仅背离了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 背离了共产党 背离了共产国际 而且呢 国民党反动派 像汪精卫 像蒋介石 他们是属于国民党的反动派 他们还背离了国民党 就说本来的国民党 松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是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政策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党 继承了松中山国民党一帛的是有谁呢 邓衍达 他是国民党左派的 包括一些支持联俄联共辅助农工政策的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国民党创始人 松中山提出来的大纲方案 就是要实行这个政策 这个叫新三民主义 那么国民党实行的老三民主义 驱除大陆恢复中华平均地权 那么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结果呢蒋介石和汪精卫他已经不踪从新三民主义了 所以说蒋介石和汪精卫他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叛徒 那么真正国民党的这个一帛 松中山一帛的继承人就是邓衍达 但是邓衍达呢 被谁呢 他也是国民党的原来的高层 被蒋介石给杀掉啊 就说被国民党里面的反动派给杀掉 那么从此以后 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进步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 已经死掉了 没有了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 蒋介石和汪精卫所成立的国民党的反动政府 这个已经不是松中山的国民党了 所以说呢 松中山的爱人宋庆林 松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宋庆林呢 他就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 宋庆林呢 他支持的是什么 联恶联共辅助农工 宋庆林所以说一直跟我党的关系很好 已经跟蒋介石跟汪精卫都决裂 所以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邀请宋庆林来做什么呢 我政府的副主席 所以说呢 从这里来分析 那么国民党的失败 他从他的根源上 他从412715反革命政编开始封共 开始屠杀共产党的时候 他已经走向了什么 走向了反动 走向了反革命 他已经注定了一个反动派应有的结局 就是最终失败 好 大家理解了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感觉到这些什么 在这一天 你感觉到我会听到这个东西 我会听到这个东西 你会听到这个东西 我会听到这个东西